我这工资都可以花的 但是我不能去白养活一个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 不是通过你们介绍 我身边也接触一些跟女性 有的也想跟我走在一起 就是我没同意的 也比他长得要好好一点 今天来相信的这位大爷 可彼是铁公鸡中的战斗机 他找老伴不仅要好看 还要女方往外掏钱 不然他心里不平衡 真是老太太钻被我把爷给整笑了 都说子父大爷是普信 那这位就是硬信 又硬又自信 总之你要不掏钱 就是来赚我便宜的 你这六十多岁的人了 玩得倒是挺哗哗 走咱先进去吧 别拍 进屋再拍一拍 挖别人开 先进去再说 我先走你们 你们跟我 其实我就是不好意思 你们来了肯定有人见着 都知道在传到我女儿那 她说女儿知道了我不好意思 你说我也这个年龄了 那个 她当时愿意让我再找一个 她也放心 女儿是同意咱们再找老伴 对 只不过是啥呢 就当父亲的就觉得 哎呀这个岁数呢 我不好意思 一大不好意思 两小这种的 是不是 爱马 这个担心不是有点 掩耳盗铃了吗 节目一录 别说你闺女和左邻右舍 全国人民不都知道了吗 就算搬家都让你无处可搬 大的方方的 没准小区里的老太太 就是你的菜 进屋后 第一件事大爷就说起了 自己的人生一大憾事 开始我是学校老师 其实那时候老师挺清贫的 也挺苦的 后来我就调到企业了 改制以后后悔了 我那些个朋友同学 他们在 还在那个教育界 他们工资都非常高 都六七千 我那个是企业退休的 我就三千 每月工资三千元 有方 这年龄也算是 其余旺的做教的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了 既然当初选择了 就后悔过好现在的生活 这把年纪了 还把钱财看得这么重 属实没有必要 但是大爷说了 他还想搏一搏 现在的 你看叔叔 有的很大的老太太 她要求的也挺高 有的要求 南方 要给买什么东西 要承担这个 承担那个 她的钱要一分不动 其实我看完了以后 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理解 而且我也不能接受 我觉得 厚到一块的 我们谁不欠谁的 要跨我一个人 一个是不够 就算我挣六千块钱 七千八千 女方也得付出点钱 我没有义务 完全我去养活你去 我的孩子不是他生的 我的家庭的一草 没有他一点 我们两个厚到一块的 我就去全力以赴 又照顾他 我又全拿资金去养活他 有点不公平 我去 没想到啊 看着挺健康的 原来大爷的胃也不打好啊 就想吃点软和的呗 真是门牌上画鼻子 好大的脸面 找个老伴不仅要白白伺服你 还得带着钱 真是硬要攻击下蛋 蛮不讲理 既然觉得不公平 自个捂着钱袋子过呗 那样最公平 得亏小红娘手上的资源多 直接找到了不差钱的温大姐 温大姐是吗 你好你好 我是凡尤千 认识我 在电视上总看你 看着你有义气 农村的 那大院的屋里贼干净啊 把我缠过去 像中那个大妈啊 那农村能回去吗 能啊 农村也能回家 上农村养老呗 咱们是不是有退休金的 有啊 我有送宝 对 带着退休金 你可以去农村 大妈 夏天上那头送第一天 冬天回来呗 就能接受 能能 大妈整天饿呵呵 每月领着退休金 整天不是油山就是玩水 别看大妈现在小日子过得很快活 年轻时也没少吃苦 丈夫因病去世后 大妈孤身也来去北京给人家当保姆 只为供养孩子在上学的儿子 那这孩子他爸不没了吗 没了孩子上大学不没人供吗 上北京不挣得多 供个孩子上大学 现在供出来了 我就不用去了 打啥供吗 做保姆 保姆一分钱也没有费用啊 那不相当于全家 对 挣的都给孩子了 没有费用 吃住都保 他爸没有了 那你说咋着 你能不让孩子念吗 如今 大妈终于苦经干来 一提到儿子 大妈就难掩那心的喜悦 这儿子没白养 不仅事业有成 而且孝顺的很 现在还挺出去 还做买卖 现在我的吃穿住行都他管我 过身上都不买汽车 送牌啥车多少钱呢 十几万的 就是这个 传奇 哎呀 生儿 今年又给我买个车库 以前 以前过身上都送碉 对于再找老伴 大妈也没想太多 毕竟自己现在的小日子 过得也挺滋润 但是作为咱们相亲节目的忠实观众 看着一对对促成的好一员 心里也是直发扬扬 你看那电视 我就说 有老太不图一钱 他都能找成 要图一老头的钱 你把你钱都拿 生活 我这钱干涨 一个也找不成 大爷想找个坑往外 掏钱不差钱的 不差钱的大妈 也没有把钱看得太重 这不就妥了吗 完全互补 看来这次配对 红娘也是用心良苦 结果两人见面后 大爷不乐意了 就这老太太能配得上 我这英俊潇洒的容颜吧 一般 你觉得差点哪 也有 就是说我 我身边 不是通过你们介绍 我身边也接触一些个女性 有的也想跟我走在一起 就是我没同意的 也比她长得 要好好好一点 你可拉倒吧 家里没劲的 就往地上泼杯水 低头好好照照 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哈 真是面子当鞋底 好厚的脸皮 天马流星拳 放屁带连环 大妈的眼睛可不是染缸 装不下你的各种眼色 不好意思 你长得也就那么回事 一般的 一般的 感觉没劳 她太瘦了 显得又小又瘦了 后过来电的两个人坐下后 还没劳两句 大爷就开始百家性去掉照 张嘴就是钱 没啥问的 我工资低 三千块钱 根本啥都不够 你总觉得你这三千块钱不够 你想A一致 我是觉得啥呢 不是A一致的问题 我就算我挣一万块钱 可能两个人花 根本还花不了 但我也不能 都拿出来 不是说不能都拿出来 我可以都拿出来花 我不用攒钱 但是我不能去 白养活一个 我跟他 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 姑姑坠地来人间 折腾不过三万天 拼死拼活去赚钱 一缕青烟到云端 人生短暂 何必呢大呀 找个老伴 就是为了能有个陪伴 大妈这都没给你要钱呢 你倒先开口了 我看你就是一时不愁想当官 得了皇帝想成仙 贪得无厌 他一说那话呀 我就不愿意听 就长来不相干 不可能那啥 他那意思就找 说不明白咱没那么那啥 他就是那个意思 他就想都拿出钱 谁也不白吃 谁也不白喝 他心里平衡 接下来的聊天 大爷是越说越离谱 比起我去世的老伴 让你出点钱都算是客气的了 要想一毛不发吃 我的穿我的 门都没有 就是说两个人都得付出 我原先的爱人挣七千八 我挣三千 他也没说他把他钱留起来 我女儿还是他养的呢 他为家做出那么多贡献 他也没说用我去白养他 他把他钱存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后找的 你根本 我的家没有你一点贡献 我凭什么去白养你 我说说的是啥 男人光付出 女人一分钱不操 就是白吃白喝 男的 那你说这个男的 他咋那么大头呢 这就是我的真心想法 我不赞头 人要脸书要皮 你咋还这么没羞没臭的呢 这哪是来诚心找老伴啊 不要觉得自己长得稀有 就是个大宝贝 还想着把手往大妈腰抱里身 真是包了皮的蛤马 临死还要跳三跳 大妈也算是看明白了 我一个人过得挺滋润的 找这么个玩意 那不是耗子给毛履胡的 没事找事吗 我一月挣三千 我硬刻把三千都给你买穿的 但其余我不管 这都行 但你要说拿出来搁的那过日子 我过不了 我过不了 我拿三千 我又给你拿五千买衣服 我都印 你要说往处拿钱搁的那过 那过不了 但我平常上这儿来受热了 我自己带工资 啥都有 我往处给你扔钱过日子 我给你买穿的行不行 就没有这衣服五千 我都印给你拿 你让我拿出钱搁的过 掏不出来 奉劝大呀 男人就给有个爷们呀 既然想娶妻 就要承担起作为丈夫的担当 不要扭扭捏捏 扣扣索索 看开点 好好享受西洋红 不好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明天见